记者中之凯台北报道,郭艳甫今,13,出席PFI美国宠物食品协会高年级毛海实习班活动,他是爱狗人士,独自爱犬。 Gordon的疼爱有家一直是众人所知,前阵子即使远在台中拍戏也对狗儿子念念不忘,甚至因担心Gordon孤单,还带着他在身边。 至今郭艳甫已养Gordon长达9年,三年前甚至特地透过以Gordon为主角去创作绘本,传达对狗儿子的爱。 不过Gordon也即将迈入高龄犬行列,郭艳甫不舍说,我当然希望可以陪Gordon一起变老,他可以一直健健康康。 所以为了他的老年生活,我会努力给他吃好的,用好的也会多陪伴他,就算要我放弃最爱的话话我也甘愿。 希望能赶在Gordon变老之前带他一起环岛或到国外旅行。 郭艳甫、佐、誓言陪伴狗儿子Gordon一起变老,会心堂提供,郭艳甫不舍爱劝Gordon迈入年长,会心堂提供。 郭艳甫不舍爱劝Gordon一起变老,会心堂提供的老,会心堂提供。